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哈纳迪亚 在一次占卜预言中 占星家告诉他 他将会娶一位来自遥远国家的女子为妻 这女子是金牛座 会吹长笛 而且拥有一座森林 库马尔坚信这个预言 而且相信 这星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他清楚地记得预言成真的那天 库马尔说 当那位女子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好像失去了重量 文字不足以能够描述我当时的感觉 这段美丽的旅程始于1975年12月17日 库马尔当时是一位街头艺术家 在街上为人描绘肖像 当时一位名叫夏洛特 谢德文的金发蓝眼美女 找上了库马尔 请库马尔会他画一幅肖像 库马尔十分紧张 他觉得夏洛特的眼睛又蓝 又圆又大 夏洛特的双眼 好像S光机一样 可以看尽他的内心 紧张的库马尔第一次画得不好 所以他让夏洛特改天再来 就这样来来回回 库马尔一共画了三次才画好 库马尔说 他在画第二次的时候 就有感觉就是这个女生 他把预言告诉了夏洛特 并且告诉他 你会成为我的妻子 我们注定会相遇 当时年仅19岁的夏洛特 并不害怕这个突如其来的告白 反而在离开印度回到瑞典之前 花了两三周的时间 与库马尔共度时光 这个爱情故事 本可以就此打住 但是年轻而坚定的库马尔并不妥协 两人分开一年半后 库马尔卖掉他所有的东西 买了一辆单车 带着很少的钱 在路上遇到几个好心人的帮助下 库马尔横过欧亚大陆 骑了6000英里去见夏洛特 他说 这次长途旅行最大的障碍 是我自己的想法 和我的怀疑 这对恋人最后举办了一场完整的印度婚礼 他们有了两个孩子 两个人已经在一起40多年了 还经常受邀上媒体分享这段旅程 他们的爱 一如既往的强烈 我们对爱情 有没有这么勇敢呢 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现在 结局还会是这样的美丽吗 不用那么辛苦 骑6000英里的脚踏车 我可以上网 买张机票 搭飞机啊 不用写信表达我的思念 用手机软体就能轻松视讯 现在变得那么容易维系感情 可是感情就变得更不容易经营 为什么呢 为什么爱的感觉就这么容易消失 还是因为我没有找到对的三星事 还是因为我不够坚定 我能忠于自己的感觉 然后勇敢去追求吗 还是因为有一个人放弃了 另一个人也被决定要放弃 在爱情当中 如果有一方很坚定 另一方也会跟着坚定起来吧 为什么爱情会变 本来有爱的 后来不爱了 本来不爱的 后来却很爱 什么是爱 什么是爱情 爱情真正的本质又是什么 我们爱上的 是爱的感觉 还是那个人 我该相信的是月老 还是我自己 我相信库马尔在旅程中 一定有想放弃的时候 他曾说旅程中最大的阻碍 是他自己的念头 如果换成是我 在旅程中我会想 会不会对方已经有别的对象了 会不会对方对我没感觉了 我还要继续吗 他还会爱我吗 爱情绝对是属于勇敢的人 雖然若是得不到爱情的 爱情是超越国度的 但跨越边境需要坚定的信念 害怕失去的人 终将失去 因为在爱情的一开始 你已为它定了调 付出心力的人 不会一无所有 因为爱 不是别人给予的 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我害怕给予 因为我曾经给了全部 最后换得一场空 停车后 我突然想起 立文和小溪上次在饭局里聊天的对话 小溪说 哎哟 谈恋爱要付出心力 每次都要重来 好累 就是为什么大家渴望爱情 又害怕爱情的缘故吗 因为害怕 所以玩事不公 因为害怕 所以保持距离 爱情 不是属于一个人的 但是那份爱的感觉 可以自己先培养 我想 任何正常的人 都不会想要破坏爱的感觉 因为我们渴望爱 需要爱 我们想要被爱 被爱的感觉包围 库马尔 排除了万难去追爱 他的坚定信念 让他取回 预言中的命定妻子 是命运 让他获得幸福 还是坚定的信念 让他获得幸福 这真的是命运的安排吗 还是他自己决定了他的命运